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那种心理状态 然后比如说恼羞承诺 我们带来的开会 我的意见被别人否定了 我要狡辩 结果被别人戳穿了 戳穿以后我就会把这个茶杯 一扔 那就是脑 或者我特别生气 我就躲门二处把门摔得哐当哐响 其实这都是一种 这种心理现象 给我们自己在恼羞承诺的观察一下 自己有没有那种状态 这个嫉妒 嫉妒就是我们都知道了 我以前看见别人好 别人住的房子大 就是嫉妒 我都住的小 别人车开得好 我都坐着擦得好 就是这种嫉妒 别人相貌庄严 我都不嫉妒 别人悠有一个东西 我没有 但我心里就嫉妒 别人他高考的考得很好 考上很好的院校 那我就记住 我凡事不如别人的那个东西 都会产生一种 一种不良的一种心理状态 我们把这白髮里 把这个小贼板板上用的一种 叫济火中烧 就是这个类的 我凡事不让人冒思维 Wiii 我们要保证 现在有十字还有 我们要面试